哈喽 宝子们大家好 我是屁屁 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这个完美的花包丸子头到底是怎么盘的 首先呢从头顶到耳后分出两个区域的头发备用 这一步很重要啊 这是我们氛围感以及头发饱满的来源 然后我们挑挑剪剪 不用留特别多哈 扎一个冲天高马尾 有多高扎多高 拎一拎把后脑勺拉出来 完美的后脑勺就是靠拉拉拉 然后呢就是很随意的把头发扭一扭 松松的盘一个最简单的丸子头 不用担心哈 咱们先把它固定起来 拿出U型夹让它变得听话一些 然后就开始扯一扯 最关键的来了 就是我们完美花包丸子头的前面部分 分两个区域 上半部分向外翻翻翻扭一扭 夹到后面和丸子头一起固定 骨头生有鸡胶 拿咱们的一字夹把它卡紧 右边也是一样哦 往外翻翻翻扭一扭固定 然后下面两撮还是一样的 往外翻翻翻扭一扭固定 这样子我们上面和下面都有个完美的弧度 比起直接扎一个丸子头呢 这样子更好去凹造型 这里我用了一个咖色的蝴蝶小卡子 很好看啊 这个小翅膀 留一些像我这样的小碎发下来 这就是我们氛围感的来源 然后就是最关键的 扯扯扯扯扯扯 所有的头发都离不开扯蓬松 这三个字 好了这样就搞定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大家一起试一下吧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点赞收藏码注哦 抖音